女人的舌头有半米长 吓得她急忙站了起来 小美觉得她应该是对牛奶过敏 于是急忙向周边人求救 问谁有肾上腺素 这时一个大姐跑了过来 递给她一只 小美掏出来后 对准舌头 哭吃一下扎到大腿上 可情况非但没有转好 反而舌头更大了 就在刚刚 二翠加了一晚上班 可见到同事后 就滔滔不绝讲起了别人的八卦 还越说越兴奋 可刚喝了口咖啡 小美一回头 就发现二翠的舌头伸了出来 见肾上腺素没有效果 她急忙拨通了119求助电话 此时的舌头跟拳头一样大 完全挡住了嘴巴 二翠呼吸越来越困难 接线员了解完情况后 经过查询得知 这是遗传性血管水肿 受到刺激或压力 引发的面部肿胀 可还没说完 二翠身体一阵抽搐 躺到地上后没了动静 只见她脸色发紫 现蓝是舌头堵住了呼吸道 而救援队 二翠还要几分钟才能到这里 在接线员的建议下 小美打开背包 掏出水杯 将吸管拔了下来 而另一名同事拿来一个勺子 用勺柄死死按住舌头 小美则将吸管顺着缝隙插了进去 可二翠依旧没有呼吸 无论怎么摇晃都没反应 同事见状 用手使劲掐了下脸 二翠一声尖叫 这才醒了过来 正在这时 医疗队才姗姗来迟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把她送往了急救室 所以有事没事 少说点别人的八卦 男人去拿可乐 不小心打翻玻璃瓶 吓了他一跳 钉子撒了一地 他放下可乐 转身拿起拖把 滑板动了起来 正当他扫钉子时 滑板停在了他身后 可男人却丝毫没有察觉 一脚踩到滑板上 他站立不稳 急忙扶住货架 离剪刀只差0.01毫米 他按住胸口 长输了一口气 把货架摆正 没想到垃圾框倒了 里面的乒乓球 撒了一地 男人一脚踩到乒乓球上 摔了个屁股蹲 幸好没有大碍 这时乒乓球跳了起来 正好落到不属夹上 他高高弹起 撞到了木棍上 卷帘门落了下来 正好砸中他的头 这也太巧合了吧 木棍是用来支撑卷帘门的 应该很牢固 而可乐明明离玻璃瓶很远 男人砸了两下铁片后 去拿可乐时 却发现他换了个地方 可屋子里根本没有其他人 这事引起了 托波勒的注意 上周有三人死于意外 更诡异的是 他们都有血缘关系 他们觉得这事不简单 于是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来到车库后 罗盘没有反应 说明这里没有闹鬼 突然小帅在地上 发现一根绳子 拿起来后 往花盆里轻轻一擦 竟然留下了金粉 这竟然是金子做的 一个打杂的 肯定不会随便扔金子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随后又有意外发生了 这个女人正在打电话 下一秒就静止不动了 随后金发妹走了进来 她站了一会儿 走了两步 拿走女人的钥匙 一转身 扔到了打印机底下 见没人发现 她匆匆走了出去 这时 女人又恢复了行动 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打完电话后 她准备下班了 可拿出书包一看 发现钥匙竟然不见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 而兜里也没有 一转身 发现钥匙竟然在打印机下面 怎么会在这里呢 女人也很纳闷 还是走了过去 拿起钥匙 却碰到了花瓶 里面的水洒到打印机上 冒出了火花 女人不停地按着 可打印机还是没有反应 她以为打印机坏了 情急之下 趴到了打印机上 不停地拍了起来 突然打印机开始了工作 围巾被卷了进去 她拼命挣扎 可没有打印机力气打 脖子被死死地缠住 不久之后 她趴在打印机上 没了动静 这时 剑发妹又走了进来 打开日记本 扔下一条金丝带 把一个人的名字划掉 然后潇洒地离开了 之后 大壮他们来查看情况 发现了地上的金丝带 看来是同一个人所为 与此同时 全国共有75人都因意外死亡 同时出现了金丝带 他们不是亲戚 但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1912年来到美国 都乘坐过泰坦尼克号 还差点撞到冰山 却被大山救了下来 从而改写了历史 之前的金发妹就是命运女神 她想要改正历史 这个打电话的男人就要死了 司机想喝可乐 突然撒了他一身 男人停了一下 司机抬起头 赶紧踩刹车 差点撞到男人 大壮把他扶了起来 可男人却说 两人差点害死他 转身就想离开 可下一秒 他就被卡车撞飞了 突然大壮看到 窗户里有个女人很可疑 她们赶紧追了过去 可屋子里非常暗 根本没有人 墙上的钟突然停了下来 时间被静止了 这时阀门被人转动 原来这些都是天然气阀门 全部打开后 时间又恢复了正常 突然手电筒闪了几下 就不亮了 然后拿出打火机 可打了几次火都没有点燃 打开门后 打火机突然点着了 接着是熊熊大火 下一秒 他们就被传送出去 原来是小卡救了两人 刚才的女人就是命运女神 因为两人多管闲事 差点死悄悄了 可命运女神不会放弃 她们走着走着 差点被自行车压倒 接着是滑板 甚至还有两条很凶的狗 前面还有人拿着斧头和短刀在玩耍 可这些对两人都没有造成威胁 她们走着走着 正当两人放松警惕时 突然广告牌掉了下来 不过在她们头顶定住了 是小卡救了两人 命运女神也走了过来 她说这是她的工作 因为小卡救了泰坦尼克上的所有人 改写了历史 上面涉及的人必须被清除掉 历史不能被改写 最终小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能因为救人而改变历史 于是他们穿越回去 把泰坦尼克弄沉了 历史回到了正轨 跟泰坦尼克有关的一切都被抹除了 男孩看到小黑在吃冰激凌 她非常生气 一把抢了过来 扔到地上 还用脚踩了两下 然后快速向前跑去 又来到货架前 把里面的冰激凌弄了出来 不过她只破坏同一个品牌的冰激凌 售货员前来阻止 可她就是不听 随后拿起棍子 边走边破坏 来到促销区 把冰激凌打翻在地 光这些还不够 又打破冰箱玻璃 想把里面的冰激凌弄出来 就在这时 保安及时赶到 把她抱了起来 然后按到地上 只听男孩说 冰激凌会杀了你们所有人 原来昨天晚上小帅饿了 去冰箱里找吃的 可眼前的一幕让她傻了眼 撒在地上的冰激凌竟然动了起来 她非常害怕 一转身 老爸走了过来 他说冰激凌会动 可老爸抬头看时 冰激凌正躺在冰箱里 什么都没发生 老爸觉得他在撒谎 朝屁股拍了下 让他赶紧去睡觉 第二天 老妈拿出冰激凌吃了一口 觉得味道好极了 挖了一勺让小帅吃 不料被他一巴掌打翻了 与此同时 在广告商的大力宣传下 冰激凌越来越受欢迎 每家都要囤上一些 有人甚至半夜还在排队买冰激凌 而小帅家只吃冰激凌不吃饭 冰箱里堆满了冰激凌 玩游戏聊天时 也是冰激凌不离手 只有小帅是个例外 老爸强迫他吃掉 他只好拿着冰激凌去楼上吃 趁爸妈不注意 悄悄来到卫生间 把冰激凌倒在马桶中 可下一秒他就傻了眼 男孩把冰激凌倒在马桶里 下一秒 马桶喷出水来 里面的冰激凌慢慢变大 不停地动了起来 难道冰激凌成精了 小帅赶紧盖上盖子 冲了下马桶 随后拿出卵化剂放到杯子里 在老爸面前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可没吃几口 他就吃不下去了 急忙从家里跑了出来 一对夫妻正在睡觉 突然枕头里钻出了冰激凌 扑斥一下呼在男人脸上 他顿时呼吸困难 想把冰激凌弄下去 一用力从床上掉了下来 他拼命挣扎就是挣脱不开 女人从桌上拿了瓶二锅头 紧走几步 在大壮脸上倒了一些 然后点燃大火机 向前一凑 冰激凌就燃烧起来 疼得大壮直蹬腿 没过多久 他用力一扯 把冰激凌扔到房顶 急忙爬到床上 这时房东走了进来 一把抱住大壮 大壮可是练过的 一个锅肩摔 把他扔到地上 下一秒 被子里射出冰激凌 刺到墙上 不一会儿男人就被淹没了 冰激凌越来越多 男人跑到了房顶上 大壮拿起二锅头 倒在冰激凌上 之后放了一把火 就赶紧跑了出来 他来到经销商这里调查 发现屋里堆满了冰激凌 可他刚走没多久 经销商就趴到地上 他想打电话报警 二哈咬断了电话线 然后对着经销商张开了大嘴 大壮又来到下一处调查 没想到店主倒在地上 嘴里钻出了冰激凌 原来冰激凌控制了他的身体 机缘巧合下 大壮接走了小帅 乘坐飞机来到冰激凌产地 见小帅睡得正香 就没叫醒他 没想到飞机里也有冰激凌怪兽 车厢里竟然流出了冰激凌 男孩定睛一看 冰激凌还呼呼地往外冒 吓得他急忙来到后面 打开一扇门 从飞机里逃了出去 然后快速向前跑去 来到一处矿场 这时来了一辆卡车 趁工作人员不注意 他顺着梯子悄悄往上爬 然后从盖子里钻了进去 来到油罐车中 没想到一个工人爬上来 盖上了盖子 这下男孩彻底慌了神 另一边 大壮来到冰激凌工厂 冰激凌不停地冒着气泡 不需要任何加工 直接装到杯子里 就可以对外出售了 到了晚上 看着一辆辆大卡车驶出工厂 大壮悄悄地跟在后面 来到一个大坑前 池子里装满了冰激凌 冒出一个个头来 看着十分害怕 大壮在锯坑上面埋好炸弹 然后装成工人混了进来 正在这时 他听到罐子里有声音 把耳朵贴到上面 知道里面是小帅 急忙钻进卡车 一脚油门开了出去 同时按下遥控器 顿时大坑被埋了起来 随后打开盖子 把小帅拽了出来 开车来到一座城堡 把冰激凌吃人的事告诉了长官 长官非常生气 带着部队来到工厂 一顿机枪扫射后 工人身体里竟然流出了冰激凌 随后大部队进入里面 工人们吓得跑到厂房里 可等他们赶到时 工人们都躺在了地上 之后通过广播告诉大家 冰激凌能控制人的神志 千万不要再吃冰激凌 人们把冰激凌拿出来烧掉 还烧毁了小卖布 甚至把工厂也炸掉了 如果你有点害怕 不妨吃颗冰激凌压压惊 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以后避免 停留住 生活 那你闻 Microsoft 全部都没有